认真地修行 修什么呢 把错误的行为修正 我们前面念过的 这个沙僧 偷盗 学行 妄语 念识 这是错误的行为 把这些错误行为修正 永远 不沙僧 不偷盗 不邪行 不妄语 不念识 这也就是叫修行 所以注意 修行两个字定义 一定要认识清楚 不是说 我每天读经是修行 我每天拜佛是修行 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杀到淫妄 那有什么用处 拜佛也没有出 做再多的好事都没用处 这种例子 很多很多 我们在古人 逼迹小舍里 看到很多 有一些人在一生当中造了很多罪孽 发了大财 但是这个发财 都是昧着良心 欺骗别人 转得来的 到晚年呢 也知道后悔啊 也知道错了 天天拜佛 修桥补路 净做好事 最后还是得卧报 什么原因呢 这个意义转不过来 转不过的是 实在讲 做得不得力 欺骗别人 赚了十万 拿个两万来做好事 来说 波佛菩萨 这有什么用处呢